过去一年多的振奋 温暖和感动 都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颁奖典礼当中 生动地呈现出来 即将接受2017全球华人华侨年度评选的最终结果 中共十九大召开 对华侨华人提出信息 对乔公众 中国出台初步进行 为万全的会议首次邀请 就金山手柜华一带 在线撤侨事件点燃乔包热情 来颁发2017全球华侨华人新闻人物的奖杯 这是对过去的致敬 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今天的营业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属于对巴勒马建交 做出贡献的人 The familie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can never be forgotten in Canada 有一大批的这些科研人员的话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没有后悔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为全球六十个华侏中心感到骄傲 这个讲是我们全球华侏人共同努力的 欢迎大家来到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度十大新闻的揭晓 习近平考察华侨最高学乎 济南大学 第十次全国龟桥桥桥卷 海外侨胞会议 对华侨全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一战结束百建 各国几年 三国与中国建交 和习近平 当国华侏设立中国移民 2018年度的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奖 陈湘梅 吕佳 诗一公 王忠林 郑文太 乔梁 陈镇 黄春节 叶佳莹 新兴教育基金会 谢国民 特别致敬人物奖 他有一颗星 连结起 中美友好 他是海归赤子 助力 中国高等教育 在上层楼 甚至我们这几代人的梦想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他向诗人证明 炎黄子孙 跻身世界科学前沿 不再遥远 已经六十年了 你看这个饰样又流行起来 我希望中国书房也跟他一样 谢谢大家 我相信下去的四十年 中国会更辉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定会实现